摊排了周琦直言不讳关于离队真音未来去向和队友的关系全说了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再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目前周琦已经是在澳洲NBL联赛完成了加盟墨尔本凤凰最后的首秀 虽然数据仅为8分5个篮板 但是正负值却是全队的榜首 并且在比赛中上演了三季飞升盖帽 那那场比赛过后周琦的表现也是彻底惊艳了墨尔本的球迷 甚至是当地的媒体 于是周琦在近日就参加了一档类似于访谈类的节目 周琦在节目中也是直言不讳 说出了很多国内球迷最为好奇最为关心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离开CBA联赛的真实原因 和自己职业生涯的未来去向 和与澳洲队友目前的关系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 为何离开高额薪水的CBA 周琦是这样回答的 他认为NBL联赛的水平是要高于CBA联赛的 所以想要去更高级别的联赛锻炼自己 这才深思熟虑后考虑过后来到了澳大利亚联赛 那么第二个问题周琦的未来去向 当时节目的主持人是先提到了这个话题 特意询问了周琦来到这个联赛是为了圆猛NBA吗 而周琦的表态也尽显情商 他本人表示目前与凤凰队签约了合同 所以当下就要专注自己的球队 至于未来去向 需要等到本赛期结束后再回去做考虑 所以通过周琦的话能够判断出来 未来如果他收到了NBA联赛的橄榄枝吧 他还是很有希望会去 会愿意去锻炼自己的 至于周琦与现在队友的关系 他自己承认是最好的兄弟 是这个现在的球队队长米切尔克里克 其实通过很多媒体发不出来的小视频 也能感受得到两人私下关系确实不错 经常会小打小闹的互动 在赛场中 克里克对于周琦也是非常的照顾 会耐心的和他讲解战术 那么事已至此 外界媒体传言的周琦与CBA存在矛盾 和他在澳洲受到队友排斥的传闻都将不公自扩 而且最为重点的就是周琦在节目上亲口表示 不管怎么样为国出征都是无上的荣誉 也愿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国家的召唤 那么从周琦这句话说出后 我觉得外界质疑他的球迷可以彻底闭嘴了 拜拜